真正开始注意到他是他给选手们上舞蹈课的时候 明明想当个酷boy 却禁不住女孩子们的撒娇 给他们示范羞涩的表情 可可爱爱 但该严肃的时候又很负责 认真给他们提意见 我就觉得这个男孩子真不错 加上其他导师也一个禁地夸 我就成为他的路人粉了 之后他别人家的小孩的舞台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我自认为的全场最佳 后来我去了外地实习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低谷期 偶然发现王一博笑上了热搜 那个笑容不知怎么就戳中我了 在那一瞬间我竟然有点想哭 可能是在失意难过的时候 看到这么阳光的男孩子笑得这么开心 这么放肆 很治愈吧 其次创造101时 皇子涛夸过他不争不强 但他又并非完全佛系 该是他的部分 他都会认真完成 比如跳女团主题曲舞蹈 再不情愿他都做了 并且做到了极致 被迫营业的样子可可爱爱 在极限青春 快乐大本营里玩游戏也胜负欲爆棚 他其实懂得什么时候该表现 什么时候该藏桌 进退得宜活得无比通透 更打动我的 是他聊起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眼睛里的光 认真的男孩子最有魅力 信仰与热爱是他独特的闪光点 在后来 他工作渐渐多了 连轴转也从不寒累 有次甚至是剧组化妆师 发现他不对劲 才把他送到医院 他对待工作一直很认真负责 在只有一 两度的冬天 穿着单衣 临着雨一遍遍的奔跑拍摄 也从没说过一句 再者 陈情令刚开播的时候 有很多恶评 说他没睡醒的 说他半相丑的 我很难过很难过 但好像都无法张嘴反驳 因为就连我自己 都觉得他在里面眼神不够坚定 摩扼也不适合他 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 我不知道怎么帮他 也不知道怎么让他不承受 这么多的恶意 最后 还是他自己 靠实力 狠狠打了那些人的脸 随着剧情发展 后面他渐入佳境 眼里也有光了 造型也越看越帅 他好像就是那个贴合原著的蓝望鸡 他永远在进步 永远带着我们往前走 永远让我们因为粉塌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其实一开始看陈情令压根没注意到蓝二哥哥 后来从看第三遍的时候开始看一波弟弟觉得弟弟演得也不错打戏也很帅眼神表现也都不错啊就入坑了 后来又看了他的陪你到世界之巅从服装到人物性格都蛮喜欢的 后来刷了很多七天天向上 弟弟话不多 人很乖 但是很直接 很真实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不想说就是不想说 在他身上行动大过言语吧 另外 一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膝盖 一波我们永远在你身后能看到的地方 勇敢向前 相信你会走得更远 所以每天看看一波 放佛自己也年轻了很多 还是那个可以暗恋着笑草的女同学